Halloa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這影片是大家敲碗 而且期待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支影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個 我在去年度使用最頻繁 然後我覺得每一次用 我都會覺得它非常非常好用的五個彩妝品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接著看今天的影片吧 接下來就正式進入廣告台的時間啦 今天第一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這是妮維亞的防曬水乳 然後我這裡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原因是 它很耐擦 很耐擦就是說 它擦起來很舒服很舒服 因為我平常其實不是那麼那麼那麼喜歡擦防曬 但是為了防止曬黑曬老 還是要保護一下皮膚 那如果我擦到了比較嚴重跟肌膚不符 或者是我在皮膚上面有不舒服感覺的防曬呢 就會減少我日常擦防曬的意願 但是我自從用了這一罐之後 我覺得擦防曬就很像是在上一層 保養品乳液的感覺 它非常非常的輕透然後很好推 它擦在臉上就跟水乳液的觸感一樣 是那種透透的 然後一推開不會讓你臉上有泛白的膚色出現 重點是它的防護力我覺得也是夠的 在日常生活或者是稍微需要一點點曝曬的時間 我覺得都是蠻OK的 最起碼我今年沒有特別的變黑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擦這一罐 但是我出門的話就一定會擦它 防曬力啊防曬度我覺得說是算是還蠻中間等級的 不是特別的低 但也不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一種 就是日常生活很足夠用 而且可以讓你持續一直使用 這才是重點 然後它又是開架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有時候我脖子也會抹一點 然後我也會抹一下手臂啊或者是腳背等等的 非常非常推薦給你不喜歡 臉上會有嚴重防曬質地感的人使用它 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我很喜歡很喜歡它 這是Imimi的修容餅四色修容餅 它已經有一點點那種凹陷的感覺 這塊修容餅它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我這個顏色是001號色 我的膚色的話這四格大概都可以有得到 因為它有非常明顯的四塊顏色 然後格子又很大 所以你可以非常非常輕易地用刷子 在上面做任何混刷的動作 比較日常妝的話呢 我就是會用這兩個混在一起刷我的鼻影啊 還有修我的下額線 那如果像是這邊髮際線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到最深最深的這一格 在我的臉上呢 它是可以很快速 而且很均勻地把 這個深色調的顏色刷在我的臉 然後我不會覺得我的臉上的色塊 特別的明顯還是特別的髒之類的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的底妝色號用的比較白的話 你可以先從這個淺色的開始刷 然後你就不夠再刷深色的 因為如果你的底妝色比較白 然後你又擦了深色的話 很容易那個對比太強 會有一塊一塊的感覺 那在刷的時候呢 我會就是我刷一刷之後 我如果覺得太多的話 我就會直接在蓋子上面把它混勻 我不會再把它抖開 所以我的蓋子上面 是有一點點髒髒的狀況 我覺得它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幾乎是每一次出門都很大量的使用它 但它還是剩的非常非常的多 這一塊我真的用了一整年 超級喜歡這一塊的 然後它的粉質呢 也是可以直接當成眼影打底的顏色 是比較有一點點棕色調 然後這兩個是帶比較灰色調的顏色 跟影子的顏色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那刷子呢 我也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就是長年都用這把修容刷 這個是 威電外遊的修容刷 那之前在台灣買不到 現在在台灣都可以買得到 我在架上有看到這兩支刷子 一個是這種斜角的刷子 我都拿它來做全臉的修容 然後這個比較小一點點的暈染刷呢 我就是拿它來做我的鼻影的修容 或者是我想要讓我的唇型看起來更立體 我也會再用這個小隻的 在我的下巴這邊修一下 這個刷子呢 我是在它還沒有引進台灣的時候就買了 會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那個毛非常非常的軟 它是合成纖維的毛 不是用動物毛 但是它非常的柔軟 而且蓬鬆 不太容易會掉毛 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但是品質做得很好 尤其是在這個刷子 還有這個刷子上面 那最最最最重要 我會選擇這兩支刷子 原因是因為那一般的刷子刷具的毛啊 都是白色啊 還有黑色的 我覺得很容易混淆 然後 這個系列它的刷毛都是白色 配上粉紅色 它是因為被我刷了很多咖啡色 所以有點髒 它洗乾淨的時候 是一個很可愛很粉嫩的粉紅色 那這樣呢 拿來當成修容的刷具 就不太容易會搞錯 也不太容易會 睡眼心瘦的時候 不小心拿錯 然後把它毀在臉上 整個臉就會髒掉 完全不會有這個狀況出現 所以我一直一直都使用它 而且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好用 那我特別推薦的是 這個斜角的刷子 它很方便 我在刷的時候啊 通常就是這邊先沾嘛 然後沾完這邊喇喇 那它比較平均的 可以沾在我的刷毛上 然後我就可以用這個斜角的部分 刷我的下額線 然後還有這邊 刷下額線就比較沒有什麼角度的問題 你就是開心就好 看你怎麼拿 然後就是這樣刷 把它刷開刷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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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舒服 就在臉上完全不會有那種摩擦的感覺 不會刺刺的 然後刷完之後呢 再直接刷這邊 比較深一點的部分 比如說髮際線的附近 比較想要比較深一點的話 我就在這邊多刷一點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歐美修容的話 不是會在這邊刷 斜角這樣 有沒有 也非常非常的好刷 再來呢 如果你忘記帶你的鼻影刷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 我就是會用它的尖端這邊 然後直接沾 決定要斜斜的沾 這樣子刷也可以 就是我的鼻樑接觸的面積 會只有前面的這個小小的地方 因為它很蓬鬆 就算是刷稍微多一點點的話 你也不會覺得 一塊在上面很死 然後就在這樣刷 那如果我要水唇比較明顯的話 我就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 然後我先沾一點 我就直接刷了 然後我皮膚的接觸面積 就只有這一塊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忘記帶我的小支的修容刷 我也可以用這支 搞定我全臉的修容 推薦給大家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將 這個泰國來的愛心腮紅 這個是我的業配商品 但是我一用到 我覺得它不得了 一顆200多塊錢 然後 這麼多的顏色 而且粉質又非常非常的好 很顯色的一個腮紅 長得超級可愛 它就是一個 就是很簡單的腮紅 上面有顆 然後 然後裡面呢 也有一個刻字的部分 這個在泰國 非常非常的難搶色號 就是比較熱門 比較單紅的色號 通常在櫃上 就是 會缺一塊缺一塊 現在在台灣 是可以買得到它的 但我今天這一片沒有置入 就是它是我之前 合作的商品 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我的專櫃腮紅 最最最最喜歡的是 小花腮紅 但是我的開架腮紅 最最最最喜歡 就是這一顆了 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 它的顏色很多 從深到淺 然後從比較粉一點的顏色到比較重一點的顏色 你都可以挑得到 像這一顆的顏色 它就是屬於比較重一點的顏色 那在使用上面的話 要稍微注意抓粉量是要怎麼取 它是比較 顯色度很高 然後很飽和密度很高的這種 腮紅粉 我隨便摸一下有沒有 就是可以當眼影打底色的這種粉質 但重點是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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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暈染 如果你剛接觸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取粉量很可怕 刷起來會太重太紅 但是跟它接觸久了之後 我就會覺得它很順手 它其實是非常好暈染 就算它顏色很重 那你只要用一點點 還是可以暈到 整個你想要的臉頰範圍 因為我個人呢 非常喜歡擦濕潤的底妝 臉很乾嘛 那濕潤的底妝加上我又不喜歡用蜜粉定妝的話 很容易戴上腮紅的時候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筆下去卡住 然後我就推不開 但是這一塊呢 它在我的臉上完全沒有一個困擾 我用每個顏色幾乎就是可以很順利的把它推開 要很輕很輕的先沾一下之後 然後在臉上用拍的拍開 然後像我現在今天的腮紅呢 就是個淡淡的腮紅呢 也是用這一顆打出來的 色號是M8 它很紅對不對 但是我是可以把它刷得這麼均勻 這麼好看 然後臉上皮膚的光澤也不會因為上了腮紅不見 重點是呢 我今天已經帶妝了 我從10點化妝到現在已經是 晚上的9點半了 你們看看我的腮紅完全完全沒有補過 有多漂亮 所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它真的很持久 我覺得這一顆 在我臉上 除了一開始掌握不好那個顯色度以外 在我的臉上就是一個很完美的腮紅 那如果你忘記帶打底色的眼影的話 也可以直接用它來打底 接下來呢 是一個眉毛用的產品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Judy Door 應該不是台灣的牌子 這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代購買一下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色號呢 是03號深灰色 這個呢 它是一支水眉筆 就是它是 其實是有點像眼線翼筆的構造 但是它比眼線翼筆更淡 可以畫出更細的筆觸 這個產品呢 通常是會用在你眉毛有缺毛 比如說你一整個眉毛到了 眉尾突然沒有毛了 後面有一個很明顯的落差斷層的時候 你就算用眉筆畫出來 就會覺得不夠的銳利 也不夠的深 這個呢你就可以像是 畫假眉毛一樣這樣 一筆一筆一筆的筆觸 把你的眉流給創造出來 很像是 你有長眉毛的那種感覺 然後接著你再用你習慣 慣用的眉粉啊 或者是眉筆來把你眉毛完成 我個人覺得它是對於 像是 毛髮比較長 或者是毛髮比較多 可是你沒有一個很漂亮的 眉毛形狀的使用者來用 它可以很快速的幫你填補那種 有毛跟沒有毛的落差感 然後在畫眉尾的時候 也可以畫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我呢就是 眉毛後段會直接不見 所以我就是會用這個 再多畫肌撇上來 然後讓它感覺很像是 我自然眉毛長出來的那種感覺 但我今天也是沒有很認真的畫眉毛 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手殘也可以用了很好的一支水眉筆 對 重點是它很持久喔 它比一般的眉粉 還有那種比較軟一點點 像眼線膠的那種眉筆 還要再更持久非常非常久 只要你不是碰到卸妝 或者是油之類的產品 基本上你稍微摸到它也不會掉 然後還有一個很棒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畫眉毛之前 多少都會拍一點點粉底嘛 然後會再上一點點乾粉 然後有時候液它的東西上到乾粉跟粉 糾結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那種卡住 然後就會變頭有一塊很大塊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 我覺得它比眼線筆還要好上手的一個產品 但是我是沒有拿它來畫過眼線啦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它很好用 今年年度最愛呢 還有這個睫毛膏 是1028的睫毛膏藍色的這款是 濃密加纖長都有效果的一支睫毛膏 那因為我之前真的是分享它太多次 我今天就不多 對它做敘述 我今天的睫毛也是它刷起來 它就是可以刷出這種根根分明的效果 有沒有 而且我只刷了一層喔 因為我早上化妝的時候放在我桌上 所以我就順便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哈 但這個不算在我們的Top 5裡面啦 接下來呢 也是最後一樣最喜歡的是 HIMI的這個唇膏 它是這樣子打開的 然後轉出來 會有一個卡卡的聲音 有沒有很爽 呃 有沒有人也特別喜歡 就是在唇膏裡面會有那種 打打打的聲音 還是說轉蓋子啊 會彈出來的那種聲音 我都特別的喜歡 很療癒耶 不覺得嗎 然後呢 我最常使用的兩個色號是 10號跟11號 這個系列我比較喜歡的是 深一點的色號 顏色發色度很濃密 然後它是那種帶有護唇膏 護唇油質地的觸感 重點是很便宜啦 然後長得又很漂亮 我來擦給大家看 雖然說我嘴巴上面現在是有顏色的 可是它可以 立刻創造出那種 嘴巴很舒服的感受 然後嘴唇上面呢 也會有一種亮晶晶的感覺 你看啊 很亮亮的 而且顏色發色度很好 它可以一直一直無限的擦 然後擦完嘴巴就會有這種亮亮的效果 但它不會黏 擦起來的顏色在潤唇膏裡面呢 算是非常飽和的顏色 除蚊的修飾效果也很好 它是不會染皮膚顏色的 所以我覺得在卸妝上面更好清理 可是它同時又兼具了很持久的這個特性 因為比較持久一點點的 這種護唇膏潤唇膏的質地 通常都會帶有一點染唇效果 那可能在卸妝上面就要多擄幾次 如果你帶一支比較淺色的 那你就可以當成護唇膏用 如果你忘記擦唇膏的時候 然後也可以稍微的補救你嘴巴上面的蒼白 好的 以上這五樣彩妝商品呢 就是我今年在開架彩妝裡面 沒有拋棄過的五樣彩妝品 就是從年初到年尾 不管從夏天到沒有很寒冷的寒冬呢 這五樣產品呢就是在我化妝的時候 出廠率最高還有使用度最頻繁的五個開架彩妝 重點 而且它們很便宜 就是呢這些東西呢在同品項的彩妝品裡面呢 又是更便宜更便宜的價格 CP值非常非常高的五樣彩妝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這支影片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吉時東太呢 我的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 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